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主题呢 应该是一个蛮特殊的主题 它是一个资料库的主题 资料库前提是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有先辈知识 是Seql 因为Seql这种关联式资料库啊 太直觉让我们可以懂 可是呢 因为随着资料库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我们想要去分析 我们想要去多做一些什么 跨资料库之间的整合 哇这时候问题来了 因为好像发现几乎都是在处理这个 Structure Structure就是结构的资料 光是结构的资料啊 它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诞生 那后来呢 我们就慢慢有另外一种需求 例如说我要做大数据分析 我要在有效率的情况之下 能够提取资料 我想要把非结构的资料 形成资料库 什么叫非结构的资料 例如说 影片就没有结构 例如说我们画一个表格 这是有结构的 那问题是影片突片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结构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人呢 他就希望说来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料库 这一个Nosecical 因运而生 那Nosecical Nosecical其实有很多种 有大概四种类别 我今天要介绍这种资料库呢 它是属于图形资料库 它的名称叫Nil4J Nil4J 然后J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称呢 有兴趣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反正这个资料库 它就叫Nil4J 很特殊或者是罕见 但是呢 它非常的实用 那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要介绍 这个Nil4J 我们等一下再来去做说明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什么叫做Nil4J 所以我简单的 简短的 我希望说准备几张投影片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 大概就只有八张 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个Nil4J Nil4J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那我不希望只是很纯粹的 跟你们分享Nil4J Nil是什么意思 Fol是什么意思 J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不是很 不是有那个 是有那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那个价值不是很高 应该要了解是说 结构资料 这边在整合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问题 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学这种 Nil4J 来去帮助我们提升效能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Nil4J 它是一种图形资料库 那个图形是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脸书 朋友的朋友之间 我们可以建立朋友关系 然后呢 朋友再跟另外一个朋友 可能建立的是一个认识的关系 好 那或者是另外一个人 跟另外一个人彼此之间 建立的是亲戚的关系 那这样子一个形成一个图形资料库 然后它里面也有包含关联 这关联绝对是资料库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好了 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关联资料库 因为最早大家都知道 绝对就是SECLE 也就是关联资料库 这个关联式资料库 我们就是例如说建立两张资料表 那这张第一张资料表里面 假设都是学生的资料 那学生里面 他可能有牵涉到老师 另外一张资料表都是老师的资料 所以这两张资料表就可以建立关系 这个relational database 这应该是我们行之多年 针对这种结构资料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表达 入门容易 就是很容易去理解 但是随着 伴随资料量很大的时候 我们查询这边就发现 可能需要很多的一个时间来去做一个寻找 所以因此就有人就会思考说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式 或者是也许我们可以不透过 例如说关联来去建立彼此间的关系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种结构资料库 结构资料库呢 这边可以发现它另外一个名称RDMS 它的意思就是关联资料库管理系统 那我们来去大概理解一下 这就是一个关联资料管理系统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张资料表 那每张资料表彼此间建立 一对一或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 那没有多对多 多对多一定要在中间增加一个 也许是一对 反正中间又再增加一个资料表 让彼此间建立关系 那各位可想而知 这个关联 这个关联随着我们的一个资料 越来越庞大 可能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个资料库可能有100个资料表 200个资料表有可能吗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假设我今天我这个资料库 我要跟另外一个资料库 整合起来 哇那各位可想而知 那关联资资料表 它是透过迪卡尔乘积 那这个乘积一乘出来 那会无限的往右延展 好当我们今天一个资料表 本来有20栏 乘另外一个资料表有10栏 这样子乘下来 哇总共栏往右延伸 就变成20加10 就有30栏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问题 效率没有办法提升 所以我们就随着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好像大家慢慢对于就是说一个no-seal 就是non-reli 所以那个no-seal 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 什么资料 非关联式的资料库 非关联式的资料库的一个需求 慢慢的就开始产生了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看到像例如说在这边 这种no-seal no-seal no-relational database 我们通常称叫no-seal 这个no 前面这个no 所指的no 就是no-relational non-relational 所以这个no-seal 就是非关联式的一个资料库 那资料管理系统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大概有四类 好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反正你都不用管它 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这个 第四类 这个图形资料库 图形资料库 好可以哦 它还有别种 别种的资料库 其实 其实我觉得 越前面的什么key value store 它很像就是关联资料库 然后越到后面这个图形 database 图形资料库 它就越来越不像这个seal 但坦白说它里面还是有关联 OK 我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是no-seal 自己可以去看一看 可是我觉得 有一个这个词 好像大家都会拿过来使用 就是not only-seal not only-seal OK 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资料库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叫做grave database呢 grave这个图形 database 资料库 它的意思就是说 您看哦 您看哦 在这个地方 这个人 跟这个人 跟这个人 还有 这些 这些 这几个圆圈圈 这全部 我们都是把它称为叫做no的 就是点 那每两个点可以构成一条线 构成一条线 这个线其实就是关联 其实就是relationship 这个这个关联 例如说 他跟他之间是朋友的关系 然后呢 他这边有一个name 是这个名字 然后什么susie zen 不管 反正就是他喜欢他 就是他们的一个关系 关系有喜欢有朋友 好 再来就是 这边大概可以看到说 那这一个人 又跟这一个人 中间又隔了这一个人 好 例如说 谁替谁工作什么之类的 这边那个方向没有写 但是至少 这个人帮他工作 这个人帮他工作 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都是serve 好 那相对的 这样子把它建立成一个图形 到时候我们要去查找 我们要去查找 我们只要告诉他说 两个点 两个点 然后顺便把关系告诉他 例如说 假如我今天我想要去找 就是有在工作的人 OK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这样子 这样子的三个资料 例如说我今天我要去找 什么susie young 我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个人 而且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建资料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关联图全部都画好 画好之后呢 我今天我截取资料 我是直接单独截取 这一个人的资料 就直接抓出来 如果我今天我要找serve 这样子一个relational 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把关联 这个关联是serve 直接把它抓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让我们的 整个效率提升很多 还有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优点 就是任意的时间 您可以任意的加任何的点 以及关系 那如果说是结构资料表 天哪 他的一个增加资料表 有非常多的显示 而且建立好资料表 然后还要彼此建立关联 而且彼此之间 只能存在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的关系 所以这都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好 所以听到这个地方 大致上我们就可以了解 它可以提升我们很多很多的效率 提升我们的很多效率 在查找部分 因为资料库的重点绝对是在查找 找出来之后再做汇数 那我觉得差不多 可是如何更有效率的查找资料 那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 Non-relational database 优点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适用于半结构化的资料 像例如说XML网页的资料 JSON JSON的资料 好 像我们的生意资料 有非常多都是JSON的格式 再来可以水平扩充 其实 其实Seql它也可以水平扩充 但是它会有一个Decart成绩 那个会导致我们会无限制的往右延展 如果你去做三个资料表的一个成绩 你就会知道多少成多少再成多少 那是一个往右无限延展的一个问题 变成说 假设我们新增 新增了一笔资料进去 它就会直接在下面 可能产生一大堆的NUAL值 OK 这就是结构资料 它的一个缺点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一样可以做水平扩充 水平扩充 而且它扩充是非常容易的 非常容易 再来不需要去定义什么资料表的结构 好 像有时候 我们在那个不同的栏位 不同的栏位内容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保存起来 另外它还有免费版 免费版 像例如说它付费版好像是 如果这个团体超过好像是100位吧 还有就是什么资料比数 如果超过多少多少 很多笔的资料 它才要收费 否则它是蛮便宜的 但是还是要看一看它的一些缺点 缺点 好 因为其实它不够严谨 这确实是它的一个证明上很松散的资料库的交易 还有不支援 因为到时候我们全部都必须要自己写 到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写这些东西 那你直接写进去之后呢 直接写进去之后 你可以针对我们下的一些条件事来去做搜寻 例如说我只要找什么关系是属于哪一种的 好 那接下来我想你们大致上用了以后 才会更加体会这个 这个non-relational database它的优点跟缺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先从 例如说软体的安装 还有实作一个小的一个资料 彼此间的一个关系的建立 所以再来最后去做资料的输出 然后当然资料输出 像我我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就是建模的一个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工具 最后输出之后 我要产生我的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前端资料库 记住它的名称叫做Near4J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就要先上网咯 先上网 OK 我这边已经有很多网络的资料 我先关掉其中几个好了 那我记得Near4J它下载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这边我还是要做一下 因为我这边没有 所以直接输入Near4J 然后download downloadNear4J community community它是免费版 然后接下来目前 Near4J Near4J 3.3.0 那MAC版到多少 应该也差不多了 那我还是比较建议 因为我们现在未进去资料 未进去资料 虽然不够多 但是我之前实作都是拿MAC来实作 效果非常的好 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可能的话我就会在学期末 这个学期末 就是帮你们去申请那个桌机版 这边有看到 download now 好我就直接点它 它下载是一个windows64bit 它会侦测我现在的系统 好 接下来它就去教说如何去下载 记住哦 那个username是Near4J password也是Near4J 然后它就要求去注册 然后第一个先安装 然后打开 所以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那来看一下 这边我就不去下载完了 还有12、11分钟 不等了 那接下来呢 当我今天下载 我们当下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去做一个安装 我刚刚的资料 我刚刚的资料我是放在这里 那是字画 这个 下载之后我想应该是会放在这个位置 一个123Mbps 一个123Mbps的档案大小 这是windows64 是委员的档案大小 那当然我们下载完就想要去安装 其实它不用装 只要快速点两下 然后它就准备要去做一个install 那其实它的install 它会自动的会在我们的文件 文件底下会建立好 相对应的存放资料库内容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呢 这边我们就直接用预设的一个位置 资料夹 所以就直接点下一步 来去进行安装 然后下一步 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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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同意书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就开始让它跑完 所以它的一个安装啊 应该是蛮容易的 就是从下载到安装 然后最后我们就点finish 假设我们先不run 第一次我们先不run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finish 因为我要告诉你说 那平常我们怎么打开 然后怎么样登出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文件底下 文件底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从上往下来去看 从上往下来去看 应该没有一个资料夹 叫neo4j 现在没有嘛 对不对 文件 文件底下应该没有neo4j 我排序一下 没有看到 对不对 neo4j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执行 执行 那它没有在桌面上建立结晶 你就点这个开始 然后再点neo4j 因为我之前我都有make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应用程序里面 好 点点选 这样我们就打开 打开的时候可能要请稍微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网页的形式 网页的形式 所以它会把就是说一个指定的位置 指定的位置 因为它是一个网页版的资料库 所以它一定会等一下会建立一个就是网址 这个网址一定是127.0.0.1 因为这就是localhost localhost的本地端 本地端 它会希望说日后我们应该是要建立一个网页版的资料库 所以它这一套软体 这套neo4j它是网页版 网页版资料库 那这边我们先去选择 选择我们的资料的local directory 就是我资料准备放在哪里 所以选choose 然后选择文件 文件 文件 我的文件底下 这边它就会自动产生一个 我的文件底下有一个neo4j 然后预设这个资料夹 可是我建议我们应该取我自己看得懂的 好 所以我先按取消 这边我先按取消 你看哦 现在我们再去点文件 文件 然后 刚刚我们文件底下是没有neo4j 现在是不是多出来了 这点一定要请你们知道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刚安装好 没有 可是当一启动的 启动neo4j 它会自动产生这个neo4j 然后在neo4j底下建议 自己建立一个 自己建立一个 你不要动它预设的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新增一个资料夹 假设这个资料夹 针对我们今天我们去做一个 练习好了练习 然后exercise 今天的日期 例如说2017 1128 跟着照住 那等一下我们就启动 我们就开启它 那它的一个好处哦 它的好处是这样子 建立了我建立好这一个 这个资料库的连接端 到时候我把整个这个资料库给你 你那台电脑透过 neo4j打开来 就会看到跟我一样的画面 这就是它整个备份的机制 也就是说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库 你到时候要不断的备份 一直不断的备份 可能会有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只要怎么备份呢 就直接把它 例如说压缩起来 那我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已经建立好我的文件 Neo4j底下的 AcerSize2017128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就要去透过Choose 然后接下来去选到 刚刚那个位置 选到刚刚那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 我的文件 Neo4j 然后AcerSize2017128 开启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都已经设定好了之后 我就直接点Start 然后他这边他说 In just a few seconds 就是等几秒钟 等几秒 Neo4j will be ready 就是马上就好了 然后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应该不管是Mac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IBM的电脑 都会看到它连结到一个指定的网址 这个网址是http 冒号写线写线 127.0.0.1 这是Localhost 然后后面是不是有看到一个7474 这是它的Po 好 所以现在我要启动 怎么启动 就是点它了 可以哦 所以请点它 然后点它之后呢 点它之后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去看一下 刚刚我是不是说 我们的那个连接的那个Neo4j 有看到哦 这边刚刚那地方是127.0.0.1 冒号7474 7474是它的Po 它每次开的那个Po不一定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正因为不一定 所以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接下来这个地方 username 你记得是Neo4j 然后Password也是Neo4j 这是第一次 所以请输入Neo4j 这绝对可以念出来这个密码 因为大家都是统一的 所以点选Connect 然后它就会要求 现在我们要正式的登入进去 请输入刚刚那一个 1X2017 1128 那个资料 资料 所形成很多很多资料 的资料库呢 它的一个新的密码 自己设 自己记得住的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别人要来联网 他必须要取得我的密码 然后这边有一个Change password 点一下 这样我们就等于建立好了 那个你们都还年轻 所以你应该记得住 对不对 你应该记得住 那这边密码建制的规则 密码建制的规则 到时候我们要取好 例如说 假设当我们今天是要 有牵涉到 不仅是我们实验室 我们实验室 大家都知道那个密码统一 对不对 好 可是 假设当你今天牵涉到 那个其他单位 我们一定要遵守三个原则 就是 我们的密码里面 一定要有文字 数字 符号 对不对 好 还有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说 我们是可以达到那个资讯安全 目的的 你不能取什么1234 这些连续性 反正就是 一定要特殊符号 使用 还有一定要达到资讯安全 所以尽量不要使用连续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刚已经做了登入 我现在马上就要交登出 因为 真的有人 有人 有人 他会忘记密码 他可能又输入那个 所以这边 我先交登出 然后再交登入 所以 刚刚已经做了登入 我现在 我们来去看 怎么登出 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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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开的是什么 Chrome浏览器 那Chrome浏览器 它没有看到什么 Sign in 或者是Look out 这些 对不对 这边应该都没有 我们是直接关掉它的 可是事实上 这个没有关掉 下面这个Near for Z 是没有关掉的 好 所以真正的关掉 真正的登出 是点这个Stop 不是关掉网页 关掉网页 不代表 关掉网页 是关掉Chrome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点选Stop 这样才算是登出 所以 一定要会有 登入跟登出 因为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我现在教你们 对不对 那时候可能 你们要去教那些美女 因为 我们写好 这个资料库 是要给别人使用的 如果说 我们不会正确使用 因为 大家使用同一个资料库 假设 你今天 你没有做正确的登出 你没有做正确的登出 可是我们登入 是不是都是统一的 而且事实上 更恐怖的一件事情 请问一个 可不可以多方相同账号 同时登入 这都会必须要再去研究 因为 坦白说 对于这个新的 新的资料库呢 我们对它是有期待的 可是 稍微注意一下 它可以随便我们修改 反正备份 我们会固定定时的去备份 否则被他们到处乱玩 会不会可能会玩坏掉 有可能 怎么做备份 就是直接把刚刚压缩的 挤压缩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 也许我们可能每一天 晚上12点 然后 或者是 那个几点 我们设定好 自动备份 就这样子 绝对不是人为的备份 不是手工的备份 一定是写一个批次作业 然后每天 我们就去做备份 那我们接下来 还是要去做登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画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关掉 这样才算真正完整的登出 好 比如说我现在把所有的网页 我都先关掉了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资料夹 文件底下的 Neo4J 这个 EX2017 E28 哇 有看到吗 一堆东西产生了 有看到 好 有看到这一堆东西 你现在的 Neo4J 底下的这个文件 是不是 指定的这个资料夹 底下应该有一堆的档案了 这些都是它自动产生出来的 你不能去删除 或者是在这边去做任何的修改 记住哦 怎么备份 就是直接把它 例如说压缩起来 压缩起来 那还原就是只压缩 好 所以压缩的时候记得最好是加日期 我是比较喜欢用日期来去做 然后 备份的时间点呢 到时候看看是在约几点 我们再写自动 自动批次的备份 好 那接下来我们 登入咯 怎么登入 当然就是点这个开始 Neo4J Community Community 它就是一个社群 就是一个群体 跟group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group也是群嘛 对不对 像那个脸书 social group 社群 这个community 它应该是一个比较接近有组织性质的community 像例如说那个公司这样子一个组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是打开这个指定的资料夹 所以就直接点start 点选start之后呢 我们就点这个http 冒号写信写信127.0.0.1 冒号7474 入口网都一样 可是实际上要登入的那个对外的连线的hold 是不一样 好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这整个的视窗 首先 这是一个网页的形式 所以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去输入 去创造我们的资料 去创造我们的资料 举例来说 我想要创造一个点 好 这个点 例如说 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创造 所以 基本上 它在这边可以打很多行 所以 我 基本上我是使用 那个 Mac的话 它有一个记事 就像那个现在Windows版的记事本 好 为什么在记事本里面打 不要在Word里面打 因为那个符号不一样 那个符号不一样 好 最好不要直接在这边打 因为 有时候你按了Enter 它就执行出去了 然后 在这边打一个好处 它会自动帮你校正 等一下我们上课都是在这边打字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第一个叫做Database 你可以点Database 我们在这里面 它会有非常详细的叙述 例如说 现在没有Node 现在没有Relationship 然后现在没有 那个Property 就是实体 好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 我的最爱 你可以把你曾经 你曾经写过的程式把它标为最爱 然后到时候在这个地方 可以直接继续使用 那我是把它都做成那个程式 就直接做在 例如说我一个Word文件里面 或者是一个记事本里面 方便我日后来去观看 而且我只要复制帖上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写的程式码 第一行我都会有交代 那个景字号 那个内容它就是属于就是提供给我看的一个叫做Mark 就是备注啊 备注 所以麻烦请你们以后写的程式码 你要写这件事 我才会知道你在写什么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可以 连接到云服务 它可以去做设定 它可以去 看一下 About Neo4j是什么 好 如果你有时间 有兴趣再去看 我现在要讲的是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一刚开始新手 新手或者是初学者 在使用的时候呢 这边 Start Learning 就是 就是 基本的教学 所以 今天不用看 等到 学期末你们考完试再看 那也没有什么内容 了不起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 你就全部看完了 因为不多 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 Write Code 我现在要讲这个部分 因为这跟我等一下 打那个程式码是有关系的 因为 我常看 其实 我有给你们一个 我是不是有给你们一个网址 我有在我们这个图形资料库研究小组 这边我给你一个网址 那个网址你有看吗 有看到吗 它里面好像只有五个 五个 你一定要学会的 就是 对不起 六个 只有六个 六个 而且只要学前五个就好了 所以 就很像 那个资料库 其实你学到最后 是不是一直都在写 那个 select 就是你要对 那个 select 非常熟悉 select from 然後 where join 没了 大概 写来写去 都在写这些东西 所以你到时候要学 read write 还有那个 常用的 function 那当然我们在写的时候 也有 where where 就是写条件 那我们现在来看 它这里面 准备给我们 只有一点点 只有几个常用的 常用的内容 好所以我们点这个write code 去看一下 首先在write code 这个地方 如果 如果 大概英文 呃 我觉得只要具有国中程度 大概就可以看得懂了 也不用觉得很困难 或很复杂 你看哦 这边就是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 create 建立一个 grave 然后这边还有影片 所以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交讲 那重点 重点是 当我今天呢 当我现在我点这个write code 它是不是就跳出来这个东西 跳出来这个东西 那如果是我记得make 它可 你有点吗 你有没有点那个下面 手上有点 这个 你点一下 好吧 那我就先点这个start 这个 第一个start learning start learning 然后 接下来这边 它是不是有简单教 这几件事 例如说 在第一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 它就是 a grave database can store any kind of data using a few simple concepts 也就是像第一个 它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它可以去做一个点 它可以建立 关系 它可以建立 那个 它里面的属性 好 那接下来 再点这个 点它 你就可以再去看 那怎么样开始去做 好 它这边就一个一个去教 一个一个去教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大致上 有空的时候再去看 这些的交讲 这些的交讲 我现在呢 要请你们看 这个看完 你就可以点这个XX关掉 看完你就可以点这个XX关掉 这个 你看你要不要关掉 反正它的一个写法就是place. 它就是出现这个画面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 我们现在要教你的第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还不是说怎么样去打call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这个图 创造这个图是很重要的重点 举例来说 好了 我现在举这个例子 现在举这个例子 你看哦 假如说我今天 我想要去建立一个肠癌资料 那肠癌资料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栏位名称 你去卫福部 你去看肠癌的资料 大概有80栏左右 80个栏位名称 就一个很大的资料表 然后再来 我可能要把这些资料 卫到我的资料参数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 它可能 假设 一个月 有多少笔的资料 好 那台北市有260万的人口 假如说今天有 有百分之 有4成的人去做筛检 这里就有100万 一年就有100万的那个筛检的资料 就是记录有100万笔 那如果20年呢 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资料先放到我们的什么 资料仓储里面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就会想到说 如果说我以年月日时间来去划分 然后再来这边是不是有台湾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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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国家 城市 区里 然后再过来这边我可能可以去建立 建立什么 建立肠癌 脂末 乳癌 口癌 甚至名册 还有未来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是不是可以把它形成这个 这一个内容 问题是 当我们今天拿到这个肠癌资料 肠癌资料 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变成这样子 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讨论的第一件事 举例来说我今天我要建立一个学生资料库 学生资料库在图形化里面 我们应该要先把点想出来 学生资料库的点有什么 学生的资料库里面一定会有就是 这个人一定是人 有一个人的点 然后再接下来呢 假设我今天我要建立 建立什么 例如说 每一个人他的生日 那我可能 我可能的点就会有 年月日 几年几月几日 生日的人 是不是 这样子会产生一个关系 有听懂吗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再告诉我说 这个学生资料库里面有哪些点 刚刚我已经讲了年月日 有 人民 还有什么 点还有什么 性别 所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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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可以啦 性别是绝对可以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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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 兴趣 释放 好 我想这些全部都会变成一个资料点 那我们来去思考 我们来去想一下 就是 下一个步骤 是不是就要把他的关联写出来 可是在这里面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画 画完之后呢 画完之后 假设 假设 我们日后来去查找资料 我们就是以什么 就是以这个 肠癌资料为中心 例如说 我今天我要搜寻资料 我 我站在我是 例如说 那个 呃 北投区 北投区健康中心 好 就是 每一区都会有一个健康中心 然后北投区 他只要知道自己区的肠癌资料嘛 他不需要知道别的区 所以这边 他就会希望说 北投区这边 他下一个条件 他要的是 北投 然后接下来 这么多癌 他只要肠癌 所以这边是不是 他要这一段 然后呢 他是不是要指定的日期 也许他要 3月 27号 类似这样子 所以 以后他要资料的话 他会非常容易的取资料 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抓资料的 好 然后 抓好这些资料呢 我就可以去把这个资料 画 用 例如说 Typele 来去做视觉化呈现 呈现说 这个区 他的一个 肠癌 有多少人来去做筛解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 所以我觉得真正今天最困难最重要就是 你前面那个结构点 你必须要画好 所以到时候呢 我就会 我就会希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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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 假如说我们来去 现在再来思考一下 这边 肠癌 肠癌 筛解资料里面 各位 可想 可想见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预防保健 预防保健 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栏位 到时候我就给你们Coding部 我就给你们那个 编码部 然后我们来去看 我们怎么样再把这里面资料 变成一个点一个点 因为那个80栏 我们要去把它再划分 也许这个肠癌里面 我们又再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点 然后建立关联 举例来说 这些人他是 哪些形式来去做肠癌子 筛解 还有那个 有没有 罹患 就是 有追踪之后 追踪之后 有没有 就是 可能他是 罹患 他是癌症的 零期 或者是 有可能 疑似 是罹患癌症 好 那罹患癌症 那可能 又另外一个点 就是 他去医院做复检 那复检完毕之后的结果 又是另外一个点 好 依此类推 他可能就会有很多个不同的点 这边都会展出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将来方便我们去捞资料 好了 那我想这边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 就先来去看一下 你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个点 我们都必须要建立到我们的 那个 Near for Z 里面 所以我们就先来建立 第一个 第一个台北市这个点 其实 第一个点应该建立台湾啦 对不对 因为台湾只有一个点嘛 如果 如果 这个 这个 叫国家 当我们现在我们只做台湾的筛检 资料 所以 这个只有一个 可是 如果说这个是 请问如果台北市我们做好了 是不是会有别的事 未来都要去做资料的整合 可以了解 所以 这边是 可能就会有22现实 好 那我想 我把题目稍微改一下 如何建立台湾这个资料点 那 什么叫资料点 我再说一次 这个叫做node node 好 一个圈圈这叫node 再来 这个呢 这个叫做relation 就是关系 那还有一个property 就是属性 属性 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说 这个 这个 肠癌资料 例如说台湾好了 台湾 台湾 台湾可能会有一个ID ID是886 然后name是台湾 这边就两个property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个点叫做什么呢 这个点是以我现在看到的 这个点 我可以用name来去看 这个点叫做台湾 我也可以用ID来去看这个点 它叫做886 所以这几个名词你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先建立 第一个台湾这个node 我们来建立台湾这个资料点 好 首先 我刚刚那个网页在这里 好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去建立台湾这个点 所以建立的英文单字呢 C-R-E-A-T-E 全部都是大写 所以照打 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后来会变成什么 那个porn符号 porn符号 porn符号就代表是错误 如果我现在只打到这边 它就是错误 因为前面这个是一个韩式 这个function 这个叫function 全部都是大写 请你一定要养成习惯 例如说你看哦 我刻意打成C-R-E-A-T-E 空一格 照样它知道这个叫做create create的这个韩式 可是在我们做资料判断上面 会发现不太好判断 所以请各位 就是以后再打韩式的时候 一定要全部都打大写 create 我现在要建立台湾这个点 所以呢 所以create完毕之后 刮断 当我打了左刮断 它是会自动出现右刮断 好 现在就变成正确了 因为韩式 韩式后面一定是左刮断接右刮断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输入 我要建立台湾这个点嘛 对不对 我要建立台湾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要先说一个C 冒号 例如说C-O-U-N-T O-O-Y 那你一定会说这是什么 我今天我在做那个一个功能 这个create 刮断 刮断 这没有问题 这是函数的使用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定义一个 叫做Country 的Node 好 实际上这个Node 它叫Country 好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这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这个Country 前面是不是有一个C 这个C我们叫变数 变数 你自己随便取没有问题 但是假如说今天人 人跟Country 那这是两个不同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能取相同的名称 而且变数只有在这一行的生命周期之内 就是这一次的应用是可以 它是存活期指在这一次的应用 过了这一次它就结束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C 这个C是指Country 这国家的变数 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到这个C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输入了这个Node的名称 叫做Country 还要去定义 定义什么呢 它的Property Property 就是用刮符 就用大集合符号 这个大集合符号输入 例如说ID 不是用等于是用冒号 就等于你知道的那个等于 冒号什么呢 886 逗号 另外另外一个实体 对不起 另外一个就是Property 属性 属性 叫做用冒号 冒号什么呢 台湾 你看当你打左边那两匹 右边那两匹会跟着跑出来 好 所以直接输入台湾 好 所以这样子的内容没有问题哦 可是哦 我要告诉你们也许经过了一周两周 你可能这一行会打错 因为这是它规定的形式 你必须要照着它打 可是别套软体又是另外一种规定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node的最标准的建立是什么 就是这种方式 create 然后刮鼓 你要指定它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 变数叫做c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一个country 就是这个node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是放它的一个属性 它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id 一个叫做name 然后接下来呢 就点这个执行 或者是当你现在按enter 它也跑去点 它也跑去执行 然后当我今天建立了 建立了一个label 这边建立了一个label 建立了一个node 然后这边有看到吗 设定设定 注意哦 注意哦 那等一下你要区分 什么叫做建立 什么叫做安装 这个set等于说是放置安置 然后两个property 然后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好 我这边用的是194微秒 你呢 这个不重要 可是你大概有点印象就好 因为那个微秒是很小很小的单位嘛 好 好 那可是这句话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建立了一个 A的一个label A的一个label 建立了一个标签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看到create的一个node 建立点 我刚是用create 没问题哦 可是有看到吗 Property是用sate 这个 这都 没人教自己看 可是呢 可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要教你们 好 是用country 然后 然后 这边看到label 我有country 然后 property 我有id 跟name label 不可以重复 可是 property 可以重复 假设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呢 我继续使用country 然后呢 只是把他的id跟name换掉 假如说我现在呢 我是不是 我想要去增加一个内容 增加一个内容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 我想在那个台湾 台湾 这个 它是country country 裡面 我想要增加一个 叫做 ename 就是 就是假设 我想要增加一个 english name 好 加到这里面去 因为 你可能 你可能 呃 会有 希望增加 增加 增加这一个property 例如说它叫 ename 因为 之前我们 假如说在 别的资料表 资料库裡面 你增加栏位 好 怎么增加 那 那个可能会因为 结构形式 你增加资料 改变而改变 那 这个地方 我觉得说 必须要先跟你们 分享一下 怎么做这件事呢 我们现在哦 因为要去放置进去 那个属性 那个属性 例如说假设 我想要放置一个叫做 它的ename 放置它的ename 好 那 你看一下 因为我会希望你一定要了解 因为create 它很频繁会被set这边搞混 好 所以你可能会这样做 就是说 我现在我已经做了一个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又再重新做一次 做一次什么 做一次create 然后 刮鼓c冒号country 然后id是什么 然后我又在这个地方打一个 逗号 空一格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它的ename 我就希望说增加一个property 叫ename 然后冒号两撇 例如说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 台湾 对吧 对吧 我们会不会这样做 因为刚刚我已经教过你 就是说 我现在我有一个node 这个node呢 它里面的两个property 我们建立好了 那请问 如果万一我现在我要增加一个 我要增加一个 请问 你是不是会很直觉的想到这件事 同意吧 你听得懂吗 那你怎么不做 你会再开新的点 对 create它会再开另外一个新的点 例如说我这边播放 然后点country 你看在这个地方就变两个台湾了 所以不可以用create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教你 要先教你删掉 刚刚那个点 你们做了吗 因为已经要教到 我现在要先教完match 然后delete 然后才能再重新教set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必须要用写程式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用match的方式 而且只能删掉哪一个点 只能删掉其中一个点 好 好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两个点 虽然它形式上是不是都叫台湾 可是当你 当你游标移到这一个点的时候 有看到它有三个属性 ename id 还有name 那这个点 那这个点呢 它只有两个属性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要删掉那个三个属性的 好 怎么删呢 首先我们要用match 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其实 其实 刮骨嘛 我们一定是match 你要想办法match 可是我觉得说 当你今天你在学习的时候 我是用这种方式 你要叫我死背 我不喜欢背这些东西 但它下面是不是 下面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例如说match什么 有看到吗 match什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都会告诉你说 哦 这个图它是match 好 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图 它的意思是说match 然后 有一个叫做country country 的label 就是 它要找到 有一个叫做country 的node 好 然后它变数 变数叫做n 你也可以不设 然后呢 这边returnn 有看到returnn 就是把它呈现出来 传回来多少 那这边看到limit25的意思就是 它最多只会放25个点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 例好了 例有400多个例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直接限制 假设要呈现25个例 或者是100个例 好 那时候才会用到limit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是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match match这边 假设我刚刚是用 随便 你要用c也可以 你不用c也可以 所以 当我现在 当我现在输入 凉撇的时候 它会直接 秀出来所有的label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点tab 就直接应用上去了 然后 然后 我们必须要 清楚明确的 把 要叫的东西 match出来 好 所以继续打 继续打 例如说 id id 冒号 id 冒号是 886 逗号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 name 是 空译格 叫台湾 然后 逗号 空译格 然后ename 冒号 空译格 叫做 p ai w a n 好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 match到了 match到 我一定是match到 这一个点 这个点看出来 这个点 就是有三个property的 而不是match到这一个 那可是 可是 如果我现在我只有打到这个地方 那会match到两个点 可以了解 他是这样子的观念 假设我只有打id跟name 我只有打这两个 我没有打到第三个 他会把两个都match到 match的意思就是 就是包含 包含 那 接下来 我要换到下一行去 shift加enter 换行 好了 接下来 我觉得 因为我不可能被一大堆的指令 因为指令算不多 但是每一个都要记 举例来说 delete怎么用 所以 我就去查 查一下 让我们知道一下 例如说 你有否这 然后 delete delete node 例如说 他这边有写 反正你要删 无非 其实我们这边应该是删label label 就是node 这边的label 就等于我们知道的 node 只要按enter 你看这边 他会 他会有 那个 neofosay的所有相关的说明文件 好 例如说点他 delete跟remove不一样 好 然后 接下来你去看一下 就是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很单纯的delete n有看到 这个什么n 这个就是变数 像刚刚在这个地方 回到 刚刚这里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要输入 delete 空一个c就好了 我觉得不要去死倍 死倍我觉得 没有好事 因为要理解他的整个观念 像我刚刚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如何了解 怎么样去去输入那个delete 那这边不是输入country 不是delete country 这边 这边是把may渠道的may渠道 把它给delete掉 所以我们来去执行 点这个play 它说delete一个node 可以喔 所以我们现在再点一下country 你看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一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大概了解 我刚刚已经讲到就是说 建立 然后因为不是用create的观念 可是我这样子 这样子来去做 我想你们一定可以很清楚了解 create是什么意思了 它就是从无变到有 可是我现在我已经有这个node了 我已经有这个node 那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我是不是只要塞给它property就好了 请注意 如果我们刚刚把那个create 如果我刚刚没有这个点 我刚刚是不是最先打这个create 然后刮鼓 然后接下来 c 冒号 什么country 然后 空一格 然后开始输入id 冒号 例如说886 逗号 然后再接下来 是不是输入name 冒号 台湾 刚我是不是曾经打过这句 我们先mach到刚刚我们做的这个点 唯一的这个点 然后c 冒号country 然后空一格 然后空一格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 什么id id 冒号 例如说886 逗号 然后name 冒号 例如说台湾 好了 然后换行 然后换行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set 就是塞一个property进去 所以就是set 空一格 然后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设定c c 点 c 例如说 ename 然后 等于 例如说 tai wan 这样就塞进去 第三个property 然后执行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点country 你看哦 这边它是不是就有三个了 三个 就是 第一个是台湾 第二个是886 第三个是台湾 我想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因为到时候 我要 给你们的 就会变成是 我们直接写一个 那个csd 一并去做一个改变 举例来说 台南市 台南市 以前台 我讲我比较熟悉好了 桃园县 桃园县 现在桃园市 那我们这个名称要怎么样去做改变 那我们这边的改法 请注意哦 我们要保留旧的资料 然后我们要去产生出新的资料 什么叫新的资料 例如说 它本来叫桃园县 我们现在新的名称叫桃园市 这样应该没问题哦 这全部都必须要用set的方式来去改写 这是ETLT的部分 而且我们一定会遇到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拿到的资料是105年 106年的 卫福部给我们的资料 可是里面照样出现桃园县 这是也许你们没办法去想像的 但是我们真实发现 当然可能已经看不到什么台北县了 那可是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可能研究今年去年 如果我们拿到10年前的资料 那你还要区别旧的名称叫桃园县 新的名称叫桃园市 我们还必须要多写这些 好,所以我想这样子一个属性 就是Property把它做修改 应该没问题咯 要请你建立程式资料 有ID 然后有Name 可以吗? 我们就先建立六个就好了 然后我现在要教你怎么样直接把这个资料 一口气喂进去 因为这个资料以后全部都会给你 然后你要想办法把它直接串进去 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再打 一个一个打是不是Create 对不对? 好,来请打开Excel 请打开Excel 我的最左边好像不见了 有了 这个叫做ID 然后Name 请打这六个就好了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还有桃园 新北 请打这六个就好了 就你打开Excel 然后请打出ID 然后Name 然后请把它传成csv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学会create了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要教你另外一种create的方式 一口气我们就直接去建立很多个表 很多个资料点进去 我们现在开始就是那个 都不能把那个小写的台 可是你以后拿到 例如说公家机关的资料 还是有很多 你们都是写小写的台 所以我们全部都要想办法去做一个转换 好,来把这个资料储存起来 储存成csv 接下来哦 我们已经有这个资料了 这个资料麻烦请一定要放到 底辞叠基 对不起 那个文件 文件 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Nil4J 然后 我刚刚建立一个资料夹 EX2017128 这里麻烦请新增一个资料夹 叫做Inport 把它贴进去 这都是固定的 这都是固定的 以后有任何输入的资料 全部都放在这里 全部都必须要放在 例如说Inport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因为刚刚是建立一个label 建立一个点 我们现在呢 我们可能会拿到 人家已经做好的一个资料表 我们直接把这个资料表 一定要存成CSV 然后把CSV读入到Milford里面 所以怎么读呢 首先我们是呼叫load load 这一个指令 然后呢 似乎叫CSV 这种格式 记住通通都是大写 然后Wiz Wiz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有嘛 有带那个标题 那所以就H-E-A-D-E-R-S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在打的时候 第一列是不是标题列 是就一定要Wiz H-E-R-S 然后接下来 告诉他路径 这边路径就是File 斜线 File 冒号 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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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 我刚刚的那个名称 你不用告诉他路径 他主动会去抓你 那个import下面的资料 所以那个import不要打错字 你打错字他就抓不到了 City 点 CSV 好 空一格 然后 AS 空一格 ROW 这是什么意思 US US是当什么什么时候嘛 那他这边的那个 ROW 就是一列一列独入进来 一列一列独入进来 好 这个 这个要把它删掉了 不然到时候会重复了 台北市会重复 没关系 重复你再把它删掉好了 那 你看哦 这边 这边我们是不是打好这一列 可是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呼叫 把这些 叫进来之后呢 叫进来之后 请问一下 我们要不要把那个 台湾跟这些城市 建立关联 要嘛 所以下一行 我们就要去输入这样子一个关联 输入什么呢 输入 Match 为什么要用Match 就是我们现在要找 找台湾 找到台湾 可以吗 因为你不能直接讲说 这些城市跟台湾建立关联 所以因为台湾可能会有很多 我们必须要描述清楚 所以呢 Match C 冒号 例如说Country 因为现在就只有一个Label 叫Country 然后 空一格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ID 你打ID 我是要告诉你 最正确 最标准的打法 就是ID 空一格886 逗号 然后Name 空一格台湾 当然啦 如果你不想要这么功夫 空一格 一Name 两匹 冒号 空一格 然后 TAI WAN 其实 其实我要告诉你们 现在 这些完全不打都无所谓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 可是 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样做 绝对不会有错 就算你今天 露 就是 假设你打台 对不起 他就找不到 就是 当你汇入资料 他找不到要去 match 在一 他找不到要去 relation的 对象 这样可以了解 如果你只打了一个台 或弯打错字 或是打到小写台 对不起 他就match 不到了 好 然后再接下来 下一行就要输入 with with c 逗号 然后 row 就 李博 李博士 告诉我的 一个概念 他说 这边 这边等于是说 要把那个记忆 释放 好 shiver 叫enter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准备 merge 在一起了 就建立 关联 就是 这一行 这一行在 呼叫那些 程式 记录内容 把它抓进来 这一行 是要呼叫 country 这个note 然后这一行 在释放 所有的记忆品 应该叫做 使用 with with 就是带有 带有什么 与什么 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 我现在要提取 这里面的 c 这里面的 c 还有 row 知道吗 row 是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个row 好 就是那一列一列的记录 好了 所以全部都提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去看 merge 好 所以merge 就是我们要准备建立关系 使用这种方式 merge什么呢 merge 刮胡 d 冒号 city 然后 这个形式的意思是说 这个形式是说 刚刚我们是不是建立一个点叫做我们用的是create 对不对 现在这边是不是会看到这个merge 这个merge 它其实就是create的意思 可是create跟merge它最大的差别 merge是没有它就帮你补 那create是不管你有或没有它就帮你新增 所以这两个最大的差别是这样子 好 所以用merge会比较好而不是要用create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建立第二个第二个这个label 那当然就是这第二个label叫做什么呢 d冒号city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这个city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有两个 一个是id 刚刚你们不是有打id吗 冒号 空格 row 它的意思就是 刚刚我们提取那些资料不是有一个标题 标题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id 所以这边我们要输入row.id 是不是还有name 冒号 然后这边一样是row.name 不能打错之后 那边叫什么 这边就必须要叫什么 这样才对得到 你们刚是不是输入name 对吧 一个是id一个是name 如果你照我打的话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还有做那个精度跟纬度 你们只要做到这边就好了 逗号 因为我一定要塞给它对应的 所以我还有什么 longitude 冒号 你看一下在这边 那个把 longitude是精度 把精度呢 to float 就是转换成数值 否则它会入预设是文字 所以to float to float它又是函数哦 它这个地方 to float 是把那个属性 把那个property 里面那个数值 转换成那个浮点函数 浮点数 为什么要转 如果不转它是文字 文字到时候经纬度读不懂它 尤其tabral它读不懂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 一定要把它转换成数值 因为它预设通通都是文字 然后接下来 斗号 精度做完 我还有什么 纬度 late to 这边 到时候你们实际在打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问题 然后接下来 shift加enter 好 这里还没打完了 反正 只要注意看哦 有没有那个 那个波浪符号 那就是错误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建立那个关联 建立关联 所以怎么建立关联 merge 可不可以用create 答案是可以 但是真的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以后最好都不要用create 反正你就忘记这个功能 你只要记住merge就好了 好 merge什么呢 刮弧 D 因为 因为我们一定是这样 例如说 D D是什么 D是CD 这个label 这个node CD 它 它怎么样呢 我先把那个关联的建立 反正这就是 点 然后 关系 点 它一定是这样建立关系的 就是 merge 两点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输入D就好了 这个D所代表就是CD 然后建立什么关系 建立关系我也可以给它一个变数 R 冒号 例如说 那个 程式应该 是属于吧 就是 就是 Belong Belong 然后 刮弧 这点很重要 就是 请问一下 你觉得 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 Label建立它的一个属性 像例如说 国家 国家 它的属性有 ID 有Name 这应该没问题 我想这大家 应该都会觉得 对 应该要建立这个属性 可是 关联 关联要不要建立属性 因为你看到大集合法 这就是 这就是 属性 那你们觉得 关联要不要建立属性 为什么要 念之功能 他会觉得说 多此一举 可是 可是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光这件事情 我就听他们两个老人家在那边吵 我就觉得说 我听到最后我的想法是说 应该是要 我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 因为当我们后面 我们再去找资料 我要 捞资料的时候 我有多一个 关联 特殊的 关系 例如说 我只要找 谁修改的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会把 那个谁 editor 然后编在这里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因为通常两个 两个 label 两个点 很好找 可是有时候呢 假设我们今天 要找说 这个关联是由谁建立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因 他的 property 来去做 寻找 好了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建立关联的 created 就是 dash by 比如说 自己的名字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 这个 要多加一个 大于的符号 就是 这个点 这个 d 这个 node 要对应到 这个 是c 就是 城市 对应过去 城市是属于 国家 可不可以用 site 可以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颠倒过来写 就是 这个 放小于符号 然后这个 把它删掉 可以 你高兴就好了 反正那个 方向 方向就是 谁对到 谁就对了 你可以写说 国家里面 have 台北市 可以啊 台湾 have 这个关系 然后台北市 可以 可以颠倒过来 也可以 台北市是 belong belong 台湾 没问题哦 OK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哦 这一堆东西 打完 你们 有感觉吗 就是 create 很少 很少在使用 一个点的 没有人在使用 例如说 我要建立 那个 19 98年到2017年 你是不是先打好一个 ecell 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快 好 那我们现在就执行咯 他就帮我建立了 22个label 因为我刚刚那个城市 我有22个台北 台湾有22个县市 嘛 22个县市 然后 总共 我这边一定花比较多的时间 应该都成功嘛 有没有不成功 反正 如果你有看到那个破浪号 那才是正常的 你怎么叫出来的 那是全部的意思 好 那你看哦 你看 现在 现在如果我点 cd 我点这个 这个是资料库嘛 资料库里面的label 我点cd 我是不是出现 出现 我有22个 22个 22个 好 那如果我现在我点 这个country 好 那可是我觉得 当我点这个cd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match 然后他给他一个变数 是cd cd 然后return unlimit 25 就最多最多 他只呈现25个 好 然后点到country的时候 country是不是只有一个 然后如果你点 左边这个新字号 那就是全部了 所以这边他这边就会呈现 总共有23个 country 这个label 这个node 有一个 然后city 有22个 然后每一个之间的关系 全部都是 belong 但是 property都没有显示出来 如果你要看property 你可以游标放在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property上面 就是游标移到任何一个property上面 他下面是不是会告诉你说 id13 create by ken 有看到 id13 这也是 这也是 那个时候 直接付与给他编进去的 所以 请问一下 load 会了吗 load csv 会了 所以 请你们 不要一个一个在那边建立 我们一定是用csv 整个汇入进来 所以 到时候汇入进来的 到时候汇入进来 是不是还会有 例如说有data的资料 data 因为 这张图嘛 这张图 所以 我们刚刚是不是做好了 台湾 还有 市 对不对 那 会不会做 呃 台北市有12区 好 你看哦 那 基本做法跟刚刚非常像 就是 我这边 我就会先准备好一个 distinct 那 为什么都要有精度跟纬度 因为到时候我都要做地理分析 所以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 你们应该会把 把那个12区的 distinct 这个区的资料 全部都汇入到 milfo 这里面 所以到时候我就给你 我已经做好那个资料库 里面全部都有了 可以吗 因为剩下其实动作大同小异 但是 但是你看哦 我为了要做完 我写了这么多页的程式嘛 可以了解我的用心的感觉吗 可是到时候哦 这个 我是写肠癌对不对 你要 你要把它改成 比如说肺癌 乳癌 就这样子而已 理解我的意思吗 最后教你们那个汇除 汇除 因为这个资料库 最后要做一件事 就是汇除 但是 其实以后 以后 当我们这些程式码 全部写完之后 是全部 那个load的csv 是自动叫的 不是我们在 在输入这些程式码 全部都用批次的方式 直接把资料喂进去 然后 自动产出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 刚刚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 这个资料比较好了 是不是有包含台湾 台湾跟那个 22个县市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那这个资料 那我们是不是会想要汇除 汇除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Export PNG 就直接把这个图汇出 好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不可能 当我们今天点这个 Export PNG 它就产生一个图了 好 那问题是 我们要图没有用 这是刚刚那一张图 我们要图没有用 我们要的是那个资料表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怎么样去做汇出 哦 对 这个 点这一个 然后再点汇出 就是点这一个 然后再点汇出 好 汇出CSV 我们现在要看这一个 这个格式 它就很像 JSON的格式 好 我们点它 你看 是不是就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那我想 我们可能暂时要在这边 就告一个段落了 就是 就是 你们 你们这样了解 就是说 把资料丢进去 然后你会建立一个点 你也会把一个CSV 汇入到这个 Graph的database 然后也会 match match match就是找 match就是 我们一直在 例如说 sql里面的select 然后match到之后 match到之后 只是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return 例如说 你那个match的变数 就呈现出来了 然后 delete我也交了 delete应该也会做 还有 我更重要的是 假设你们今天要去做那个 改变 改变里面的变数 因为老师很在意这件事 我也交了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今天我是那个 我发现台北线 就是他给我的资料是台北线 可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转换成 新北市 你必须要把台北线要保留住 保留住 然后产生出新的一个实体的名称 例如说 new name 是新北市 这是老师要求的做法 就是我们不能破坏原始的资料 可是这套软体是不是很容易去 新增一个实体 对吧 可以同意哦 可以同意 就是 就是 这点 这点是到时候我觉得 老师一定会问你们 会不会去做资料转换 资料转换 而且他要求 哪一天转换 能不能增加到实体去 可以啊 可以吗 就是 edit date 然后你再写 记录今天日期 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想这些 这些最后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 你今天听到了什么 尤其我刚刚讲那句话 你一定要讲出来 因为真的老师很在意这件事 我们阳明大学花了三百万 两百多万去买了一个etl的工具 因为所有的资料库 它只能改变 例如说原本台北线 我们可不可以改成新北市 可以 可是台北线就不见了 这是以前的etl做法 seql 它就只能做这件事 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保留原始的资料 创造新的 新的那个property 对不对 甚至还可以再增加修改的时间 有听懂吗 这一段一定要听懂 然后你们说一遍给我听 就是假设我现在我看到了台北线 那我改成新北市 你会做吗 其实是创造新北市的 那个不叫栏位 那叫属性 对 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属性而已 所以应该还蛮简单的 用什么 用什么行事 用set 对不对 应该还蛮简单的吧 持有这套软体哦 它很简单做这件事哦 所以那个时候花了好多时间 去跟老师解释这一段 因为他会认为 不可能把免费软体这么好用吗 确实啊 它真的这么容易去做修改 好 那 陈正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蛮困难的 以前 现在我们叫桃园市 对不对 可是 以前也有桃园市哦 以前不是也有桃园市 就以前有桃园县 也有桃园市 现在 现在我们统一叫桃园市 请问一下 你要怎么样去 怎么做 然后可以 可以 假设我今天我在这样一个 资料库里面 我在找93年的桃园市 跟105年的桃园市 是不一样的 你要怎么样区隔 你以前的桃园市 是那个小小的县辖市 现在桃园市是直 现在桃园市叫什么 是直辖市吗 反正就是不一样的 那个大小 那你要怎么捞资料 你的match你要怎么做 你会做吗 可以 如果你多增加 那个property 就是 它本来一定没有写 你用新增加一个property 可是你真的要懂 他说你讲给老师听 老师一定就是问你这种问题 他就说 例如说他写北一 他就要变成什么 第一女子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 什么高级中学 怎么变 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老师就只会问你这些 因为他会觉得说 哇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很棒的一个软体 事实上真的是 我是这样觉得 好 那就先交到这边 现在一起来做 先关闭 这个画面可以关闭 然后接下来 这个下面叫near for j 记得stop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束 然后接下来 你稍微注意一下 在你的文件底下的 文件底下是不是有 一个near for j 然后底下有这一个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时间 就是 它最后最后 这里面的资料 最后有看到 有几个档案是 例如说 现在6.03本才做修改的 好 我只是要特别提醒你这件事 所以到时候 你 记住 就是我们大家会创造出一个 共用的 共用的这个资料夹 然后到时候我们连 全部都是连进去到这个资料夹 一起在 创造编辑 就是说 假设我负责肠癌 你负责乳癌 然后你负责 那个 子宫脊抹片 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我们全部资料 再整合 并在一起 而且 这只是三个癌 另外我们还有其他资料库 也要整合在一起 可以想见吗 这个很大的资料库 好 那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 就先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